hello大家好,我是 啊,你嗎? 看看今天的布景,有沒有萬聖節的感覺呢? This is Halloween,This is Halloween,This is... This is... 好啊,沒有人要配合我啊 萬聖節要來了! 我的馬子們有沒有很期待萬聖節呢? 有! 謝謝你這麼配合我 我今天要化的是萬聖節不可缺少的南瓜妝 而我今天化的南瓜妝呢,會分成兩個主題 一個是冷艷版的 一個是烈艷版的 烈艷版 烈艷版好像很不錯耶 這一個影片呢,我們先化冷艷版的 然後再把冷艷版的變成烈艷版的 那我們現在開始吧! 我覺得我這樣就可以除去嚇人了 首先是Nyx的妝前乳 接下來是... 隱形眼鏡 我怎麼常常會忘記戴隱形眼鏡? OK,我知道你們很想問我這個隱形眼鏡是什麼牌子的 因為隱形眼鏡是屬於醫藥用品 所以我不太方便在影片上面跟你們說這是什麼牌子耶 但是這個隱形眼鏡的牌子應該很多人都知道 尤其是Corsair 所以如果你想知道這個隱形眼鏡是什麼牌子的話 請到我的YouTube影片下面的留言去搜索一下 一定會有人知道這個隱形眼鏡是什麼牌子的 OK,接下來是底妝 底妝我會用這款來自Maybelline的遮瑕底妝 因為這個底妝的顏色是跟我膚色非常接近的 但是我今天想要畫的底妝是非常白的 所以我會使用這個Nyx的Jumbo Pencil 來唱在我的粉底裡面 我這樣好像在惡搞我自己 底妝 脖子也要 順帶一提,我有穿衣服 只是在下面,你們看不到 這個隱形眼鏡 雖然這個隱形眼鏡非常顯色 但是因為它有分兩種顏色 所以如果你的隱形眼鏡不小心轉了一個方向的話 就會看起來非常的智障 接下來我要用的是這盤 來自Nyx Perfect Filter的眼影 你們應該看過非常非常多次了 我們今天的程序比較不一樣一點 我們現在先做的是修容 把我們的臉修成有一點像南瓜的輪廓 怎麼修呢? 沾一點橘色 先上在一般修容的地方 這邊往上 然後再進一步的加深它 這幾條線畫了我半個小時欸 我的天啊 我們先畫眼影跟眉毛之後 再把其他的線給加強 我們加一點黃色進去 OK 接下來用這一支來自Nyx的雙色唇膏 沒錯 它是橘色的唇膏 上在我們眼影的最內側 然後再拍上橘色的眼影 我用唇膏的目的是為了讓眼皮增加黏性 黏性夠的話呢 眼影就會非常的顯色 下眼影 真的變得好顯色喔 發明這個技術的人真的是天才 接下來是眼線 用這一支來自Maybelline的眼線 我們稍微在眼尾的地方 加上一點點的黑色眼影 OK這就是眼妝了 接下來是眉毛啦 眉毛同樣也是橘色的 這個眉頭我覺得效果不是很橘耶 我自從用油彩畫了彩虹妝之後 我都覺得所有化妝品都不顯色了怎麼辦 沒關係我們用唇膏試試看 先上唇膏再上眼影的方法 哇 果然 嗯 OKOK 然後眉尾是更深的橘色 同樣的也是這一支的另一邊 另一邊是更深的橘色 這個橘色有點偏紅色 畫完眼妝之後 你們是不是就覺得底妝的顏色很淺呢 所以我說要加深 再次來自Nyx的橘色唇線筆 怎麼看起來好像不是橘色啊 總之就是把臉上的所有一切都加強一遍 為什麼這個妝在鏡頭裡面看起來 這麼像頭破血流啊 我明明就畫了很多深淺不同的橘色 所以它顯示出來就只有一個紅色 為什麼 雖然頭破血流也是蠻萬聖結的啦 我們先畫個唇膏看看好了 唇膏的顏色好像也拍不太出來 怎麼會這樣 是不是我的燈光太暗了 阿媽媽媽媽媽媽 我覺得這個地方不應該要畫紅色的 真的太像頭破血流了 哇靠這個粉底 遮瑕力也太好了吧 好這就是完妝啦 我本身是蠻喜歡這個妝容的 今天畫這個妝也算是挑戰我不用任何的特殊材料畫一個萬聖結的妝容 我今天用到的都是一般的化妝品 什么粉底、眼影、眼线笔、唇笔、唇膏 只要你有红色、黄色、橘色、白色、黑色 就可以化出这个妆了 而且这个妆很适合一些女生去跑趴 然后但是又不想要太可怕 想要稍微勾引一下男生 就是符合万圣节主题又可以漂漂亮亮的妆 我是觉得蛮漂亮的啦 不知道你怎么想 但是如果你想要那种非常万圣节的南瓜妆呢 请期待我下一个影片 我会把这个妆变成你期待的万圣节妆 而且我会用油彩 yes 终于可以用油彩了 好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结束了 如果喜欢这个妆容的话 请在下面按一个赞 如果还没订阅按理码的话 请把下面红色的按钮揍下去 然后把这个影片分享 给你想要漂漂亮亮去过万圣节的朋友 可能也没这么漂亮啦 但是我 我很喜欢 那我们下一个影片见啰 bye 这个隐形眼镜总是会变成这样子 好冷喔 结果我的妆好像也不用把衣服弄下去啊 请订阅 入阅 入阅 入阶 入阅